《啤梨晚步》 《啤梨晚步》逢星期一至五 六時至八時 主持啤梨林湌正 去跟妳分析時事 狂追猛打 好 回到第四次的啤梨漫步 其實有時候我真的覺得 我們可能在那個年代成長很幸福 起碼我們真的比較硬 因為沒有那麼多關心你 那些同學有新聞 跳樓死了 有什麼情緒活動也沒有 那我就說跳樓死了 大家當然會不開心或者會害怕 但是你也會明白到 人世間原來是會這樣的 好了 今天呢 就不播片了 因為我覺得真的很無謂 有一個 Wheelcam 就拍有一個人 在這個8號風球底下 駕駛車的 大家上網看看找找到 OK 特意見到一些途人 在行人路走 特意在水桶裡 給油 讓水淺上行人路 對 整濕人地 我真的不明白有什麼好處 好 大家找到這條片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能夠 看見他的車牌 這些人 真的要詛咒他們 全人物理 真的要詛咒 但是這些級造 我不會詛咒死全家 是 他那個人都是全家 就合理了 這些是吧 有什麼分別 我跟他們都是全家 另外 這件事很好笑 綜合日本報道 有一個32歲的女孩 一個喬尚王室 喬尚小姐 原來是港日運血兒 都是我們香港一半 嗯 是血糖 跟她男朋友 洞生年 洞生年 29歲 因為 猥蝕電池紀錄媒體 陳列涉嫌 被警方拘捕 什麼事 就是什麼事 原來兩條人 由2021年 至今年三月期間 將 他們自己拍了 190部無碼的自拍AV 投稿到 匡黑的頻道 收費網站 OnlyFrancic 都有4K高程完整 影片照片 3000張以上放題 經營兩年 賺了9500萬日圓 即是517萬 屌你了 不要賺200多萬 好 厲害 好了 被捕 好笑 大批網友 去聽審 認為 法例落後 司法不公 事實上是的 兩個成年男女 知識其力 她自己拍自己 她沒有逼任何人去參與 拍完 放在OnlyFriends上 收費 我不要說 譬如我女兒這樣做 我當然不喜歡 但是我真的覺得沒有問題 如果她們自己自願 沒有人逼 又沒有逼人 有什麼問題呢 所以難為 日本的網友 還有 報章的輿論 都覺得 有什麼搞錯 這條法律 好了 現在 她們最後被罰款 南兒反動新年 一年六個月的有期桃園 都要售 十八個月 罰款五萬四元港幣 阿板橋 即是港藥混血旅 罰款二百萬 十萬港幣 十一萬港幣 但是要判兩年 不過兩個都獲 緩刑四年 另外 就沒收了 他 沒收了五千七百萬日元 非法收益 你計算一下 因為他賺了九千五百萬 沒收了五千七百萬 連罰款 即是沒有收到六千萬 他還有三千幾萬 其實呢 都有八幾萬港幣 但是我真的覺得不正確 不正確 這些案 香港現在也有女生 台灣也有 上次哪個 新流利 都有拍Only Friends 有什麼問題 還有Only Friends 這些法例真的相當落後 不知道是不是 不知道 這一個呢 嘩 我們真的很快 這一個呢 真是恐怖 所以呢 為什麼呢 現在其實呢 除了男生上網之外 很多女生 不同國籍的女生 都上網去找聖伴 找對手 吃東西 這就是難免的 所以那些 只有那些 含家產 即是古老石間 我用這個 律制罪論 old school term 才會說什麼 婚前性行為 多餘餘 說香港 就好 你十二歲 當然當然不好 又自己未承擔到 即是各樣東西 你二十幾三十歲 拍拖 吵你老母 拍幾年 不要啊 你那個黃祖嵐啊 你信不信啊 吵你老鼠 吵你老鼠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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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你老婆 吵你老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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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信不信啊 又不認實啊 多了 這個三十歲的波蘭女人 在交友app认识了35岁的男人之后 就跟对方往内 哼,大了 谁知道被禁锢在简陋的谷疮里面整整四年 日前被救出,终于被救出 哇,大了,你老母 竟然牙齿没有弄掉,脱掉了 嘴唇被割掉 现在嘴巴只有一个洞 真的只有一个洞 有Mary 相信经历了一场残忍的性怒实验 30岁的女事主Margoth Satter 在2019年1月透过交友app认识了疑犯 Jack 被禁锢在波兰西部Glockau 穿落一间无水、无暖气的厕所 谷疯里面说还没有暖气 拘捕事主在这几年里面不断遭受性侵和折磨 期间多次被送入医院急救 但是竟然这样都不能去保存 甚至在2021年删除了B 那B删除了B 就立刻被别人拿去 拧任他了 你说波兰的医院也有问题 其他状况包括手臂断骨 腿部断骨 而怀疑女事主因为太害怕 就没有向其他人透露案情 很奇怪 你看到他经常入医院 就要手断骨断 对 及至早前他再一次入院 他报到当时面部严重受伤 肩膀脱了 最终他都忍不住 就向其他病人透露自己的情况 其他病人就立刻向远方报警 警方在上星期救出女事主 报道说女事主获救的时候 片底轮伤 整块面和身上都有伤痕 不要紧的也有伤痕 来找我给你 遲些大家就知道为什么 更加恐怖的是 医生发现他的牙齿都脱了 嘴唇被割了 只割了一个洞 大家想想 这样就是你的嘴唇一割 好了 而本来三十多岁的他 现在衰老到好像五十多岁 据说 疑犯Jack的父母 寓所住得很近 周围都是鄰居 但父母竟然从来不知道 他的儿子禁固了一个女人 很震惊 而鄰居就说 Jack是怪人 从来没有听过 但是从来没有听过 有怪声 求救的声音在家里传出 而且又看不到屋里面 所以对案件毫不知情 Jack现在被捕了 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 现在案件 当然跟奥地利的禁室培育案 不知道 早十几十年 相提被论 其实不止这一宗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 我看过很多这些 在外国 在中国也有的 其实那个左链女 也是这样 啊 逐一条女回去 哪有印头啊 其实 我真的不明白 是心理有问题的了 哪有印头 好了 未了 这是最重要的 大家 首先呢 一夫一妻 其实是违反人性 但是也必须的 因为如果没有一夫一妻 的话呢 有些优性的男人 他一个人可以有很多老婆 OK 譬如杭森 也有四个老婆 其他不算 于是乎有很多男人 就会找不到老婆 而找不到老婆 现在他们几十岁 就没问题了 如果是血起方干的时候 其实会造成很多社会混乱 这也是事实 所以 虽然违反人性 但是一夫一妻 似乎是合乎 不是论理 那个秩序 那个需要的 好了 但是 于是乎我们很多 在宗教上也好 或者是一些 其他 一般来说 用宗教出法 或者其他用一些伦理道德 去绑住你们 不要出轨 OK 因为如果不是家庭 家庭会破碎 那就更加会造成很多社会的问题 等等 好了 但是这些在以前 比如说农村社会 都有 什么肉卿嫂那些出现 大家耕田 一条村 几百人 或一百几十人 甚至乎有些村 你眼看我眼 看下看下 你俩在自己 插和后 骨和 咦 看我对面 那时候 那时候 地方又大了 那些农村的东西 但是那时候 没有手机 又没有电视 那些人的眼睛好些 明明 四五十万颗外 看见到 真的 你俩看见到 传嫂 都扭扭扭扭扭 你自己家 老婆 那老婆其实不是很大 我老婆 都是三十八九 但是 你俩在十六岁 跟着你一起 你俩都生五个 都觉得 你俩没什么兴致 我看下这个 我传嫂 有了 肥肥白白 你俩在那上插药 这样 哇 很胖 你俩 看下看下 跟着 你日上三更 很热 都走到树底 你俩上哪里 你终于看见了 传嫂 Brew 你俩上哪里 早点 早点 叛事 如果不是很刻意 坐在那裡,真的傳書過來,牛哥,傳書,喝水啊,天氣很熱啊,很熱啊,好,麻煩,麻煩,你眼睛一下, 見到張羅,水在那裡拿的時候,舉個雞腿底,穿著那樣的舞奏衣服,剪了個奏衣服,在雞腿底下,雞腿底下, 那些不實話下,舉手頭髒之間,在那裡看他,見到小小,有沒有波浴, 那時候也會有這樣的情形,中何況,你發展到今時今日,現代社會,那時候,農村, 現代社會,同行,一日傳日制,七八個小時,同時,一日對十個八個小時, 你早上,六七點鐘,老婆上班啊,早點回來啊,今晚,行行行行行行, 立即出去,逼巴士,回到公司頭下,八點三,九點鐘開工,去茶餐廳吃過東西, 看吧,給你晚報,好了,八點,八點十一個字, 嗯,下面就是這樣一點,好了,接著就展開你繁忙的工作, 除了中間吃午餐之類,或者休息之外,你六七點才下班, 我不要當六七點鐘,六點才下班,然後,回到家,七點多鐘, 回來啦,你先洗澡,先吃飯,先淋一下我的箱, 好了,然後跟我老婆,吃完飯,然後你又去洗碗,老婆又去洗澡, 煮完飯,就洗澡,然後洗完糧回來, 看一陣電視,或者教兒子做功課,甚至老婆已經入了房睡, 然後你自己又打電視機,然後入房睡, 根本上,我想香港百分之九十的夫妻都是這樣, 其實你們除了同床那幾個小時,大家在睡覺之外, 其實你的接觸,溝通的機會是少, 反而你老婆,和他公司,Jason, 你和你公司,Simphie,Maisy去其他地方, 你老婆見交得更多,這個是事實來的, 所以呢,這個辦公室的外戀, 所以,OK,就真的非常多,各位網友我跟你說, 差不多可以去到怎麼說呢,我認為, 是每一個辦公室,每一個,都出現過這些, 曖昧最基礎,再發展到就是, 屌屌屌屌屌屌,基本上是實有, 真的實有,OK,非常危險,所以你經常說, 入房夜房,你哪一房,你只能夠信任, 你老公不會的,現在不要說你老公會不會, 就說你,作為一個女性,你會不會先, 有沒有男生追過你,先追過你, 或者你有沒有發過孝, 即是不要說下文了, 今天呢,應該有一個知名網站, 叫Foxfor, 找2000人去調查發現, 首先呢,2000人有不同的行業, 找到他們,找到10個, 最多出軌,在公司裏面出軌的行業, 而最榜首呢,差不多一半, 受訪者,是曾經通過他們的同事, 做出激情的性行為,激戰, 即是不是說, 不是說靈性上的柏拉圖那種, OK, 好了, 第十位, 公車司機, 公車司機, 受訪的公車司機, 有四分之二十五個巴仙, 是曾經通過, 即是公車司機,即是公共鑑空拒, 即是同事會博物, 很少女司機, 那不是搶手, 是嗎? 沒有, 也就是在英國, 現在在香港, 我們會覺得, 直接以前, 以前, 就會覺得酒樓食肆, 現在就未必是的, 因為以前, 學場很悶的, 在酒樓,後樓, 睡在這兒, 鋪圈, 經濟倒瘤, 又知道, 現在你問我, 如果在香港,我的社交流都很常,很正常 譬如你女朋友在公司工作,你不要踢爆她,大家踢爆胡偉 她和她的同事,或者上司,結婚的男同事 不過我覺得她的機會達到百分之三十以上 如果你有什麼辦法,生活形態的感情更容易發生 煤氣和電力工人就有三十多%,我就不明白了 很少女工人,因為她反而是outdoor工作,不是在公司裏面 也會有這麼多 IT從業員33%,藝術家30% 藝術家好像在其他人 第一位,我中間 skip了一點,第一位竟然是警察 不奇怪,但警察有這麼多女警 有,有時候誰說她的學堂事件搞,她都退縫了 警察有,警察行僚有四十四個百分之三 各位網友,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命一半去當警察 你幫人問問她 我覺得沒那麼誇張,四十四個百分之三 我聽到她說真的不行 但那些女人哪有這麼多女人 不用多女人 那真的很像沙頭角的警署 所以有時候,沒有辦法,我也是建議女生要看開一點,男生也要看開一點 你只能夠信任 你要信任,反而未必有出這些東西 你越來這樣去懷疑,令她反而覺得很煩 分分鐘看著看著看著 一向都已經有些對Mais有好感 但那時候也有一種東西,掣索著她 但你反而這樣逼她 她說,我真的追了Mais好男人 如果Mais不會這樣,怎麼會這麼瘋 就這樣逼走她 好,有車陣 好,有lyn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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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